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澜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在选秀大会之前 胡人上下自信满满 当时口径一致 这些年佩玲卡交易 扣扣嗖嗖 就是因为在微少的交易当中 付出太多 导致没有首轮 这个夏天不一样了 选秀夜之后 胡人最多能动用三首轮 喝酒大拍球星不到碗里来 当时不只是管理层无比乐观 胡人球迷们也开始挑三减四了 老鹰后场双枪 还是要么雷吧 杨少侠这防守差点意思 结果呢 老鹰呀跟没想着呵护人来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望 最终连阿赞这条最后的大鱼也扑空了 自由球员市场正式开启后 胡人屡屡化身空拘 对着哥鲁西一目标 皆是自信满满 等来的无一例外 解释鲨鱼而归 麦克尔 汤普森拍着胸脯保证 我儿子如果不为勇士打球 只会回家向天使支撑效力 结果克拉又自己想法 去了独星侠 老唐普森也只能尴尬笑笑表示 孩子大了有自己想法 只能支持 可连佩林卡被总联堂神的手机都没打通过 和独星侠总经理哈利森 能喝克莱共进午餐 共襄胜举的待遇高下立判 再说说这些年三分球产量 和库里不相上下的巴迪 希尔德 胡人缠希尔德和特纳的身子 是全联盟人尽皆知的秘密 希尔德也不止一次 是好子进军团 当初佩林卡和不幸者的谈判旷日之久 为了为少换希尔德和特纳需要搭一个手轮 还是两个手轮纠结许久 最终还是没能他下来 原本以为希尔德总能到碗里来了 人家的紫禁之心早已冷却下来 转头就去了勇士 临摹了 还抛下一句我希望能够赢球 怎么的 依次在乎人赢球少倍 紫禁之心慢慢冷却的不止希尔德 从小在距离洛杉矶仅是宫里的康普顿长大的德罗赛 是科比的忠实信徒 狂热模仿者 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身穿紫金战袍打球 在乎人2021年豪赌微少之前 阿赞距离实现儿时梦只差官宣 他愿意放地身段 马次也有意承认之美 结果呢 当乎人交易为斯布鲁克的消息传到德罗赛尔中时 只会从未效力于天使之城 却是真乎人的曼巴门徒傻眼了 仓促之间只能去了芝加哥 挫脱了三年的岁月 这一次当乎人满心以为阿赞会再次扮演舔狗 奖心来头 人家早就已经跳出那份执拗了 希望詹姆斯能降薪一百万美元 豪巴总薪资控制在二档土号线以下 从而能动用全额中产 就拿一千三百万年薪的中产 事看不起谁呢 德罗赛最终通过先前后患 再三方交易中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州 只不过不是联手国王 而是加盟国王 科福克斯 小萨伯尼斯巨守萨克拉门托 湖人似乎又回到了后可比时期的治安岁月 那些从小看湖人长大的球星们 不再对身穿紫金战袍去之落伍 他们远远观望 甚至唯恐避之不及 更诈心的是 就连盛情邀约那些富贤在家的名帅们出任主角 也反馈萍萍 似乎在洛杉矶的聚光灯下打球 不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大家第一反应都是不想趟浑水 来湖人背锅 所以 这些年湖人馆里曾究竟做了些什么 另外说回昨日德罗赞的交易 德罗赞迫切想要离开公牛的心情不难理解 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争惯前景几乎为零 德罗赞在公牛三载 只在2021二尔赛季打过一次季后赛 受限于球队实力 首轮一笔斯布迪熊鹿 此后 狼左 鲍尔连续两年依稀商赛季报销 公牛徘徊在季后赛门槛边缘 20223赛季四十胜四十二副排在东部第十 202324赛季三十九胜四十三副位列东部第九 延续两年无济后赛可打 德罗赞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 希望车队组建有竞争力的阵容 让我们去争惯 而不是打附加赛 德罗赞现今三十四周岁 三百三十五天 公牛也是诚意满满给了这位198公分的古典分位移 值两年八千年的续余合同 年均四千万 而德罗赞上季新机为两千八百六十万 明确给他涨了薪水 站在德罗赞的角度 他生涯至今已经赚了2.58亿美元的总新机 即使未来两年留在公牛也几乎没有征冠前景 毕竟目前的东部是旅军 尼克斯 76人三足鼎立 德罗赞选择接受了一份更低新机的合同 宁愿从国王拿三年七千六百万 每年军薪只拿白菜价的两千五百三十三万 只为了拼一个更有利于追求总冠军的前景 这笔交易直接影响了西部的格局 这么的西部乱成了一锅粥 彻底疯狂 雷霆 绝金 森林狼 独幸侠 替虎 国王已几乎永日三大网红队群凶逐鹿 千军万马过东木桥 没有谁家独大 杀出西部的机会军等 西部的局势可能比上赛季还要倦 越乱就越有机会 中距离杀人的德罗赞再混乱的西部 明显比相对安逸的东部更有价值 国王和德罗赞 这是一场歌曲所需的双向奔赴 国王上季取得了46胜36副战绩 最终去居西部第九 无缘季后赛 迈克 布朗之教的国王明显学习和解建了勇士体系 对内主攻王小萨伯尼斯场军送出8.2助攻 外围四个攻击 手和他挡拆截队二人转 突分传切 掩护挡头 国王十分依赖三分球 他们场军三分球出手术高居联盟第3 场军三分球命中术排在联盟第4 但他们的场军三分球命中率排在联盟第16 这意味着国王一旦三分失准 则仅供容错变低 德罗赛是古典风未打法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擅长中距离持球面框和被深担打应解 上级场军能砍下24.0分 但场军仅能命中0.9G三分球 并且他的三分球出手战逼近有16.6% 中距两分出手战比高达48% 德罗赛的中距离应解打法能极大丰富 国王原本比较单一的掩护党头三分战术体系 他上级场军还能送出5.3次主攻 国王现今有了小萨伯尼斯 福克斯 德罗赛三个吃球组织点 进攻发起方式也必然会更加多元 国王引进德罗赛 武器枯多了一样兵器 进攻上多一份保险 国王有一套次16胜的阵容 只需要一个明星就能如虎添翼 全明星救援德罗赛年均2533万白菜价来头 一派即合 国王在这笔三方交易中 实际上动了原阵容中的巴恩斯和杜尔尔特 用着二人作为筹码把原三号卫生级为德罗赛 杜尔尔特上级场军仅出战是2.2分钟 他的出场时间排在国王轮换打名单之中的第11位 场军仅能得到3.9分 基本是主体轮换之中的边缘人 身为一年到期合同 现今已经27周岁 首发前封哈里森巴恩斯现今32周岁0318天 他场军贡献是2.2分3.0蓝板1.2注 三分球命中率38.7% 球权使用率仅有15.7% 三分球出首战比高达52.6% 他在国王体系中基本扮演无球空间点角色 国王用一个边缘轮换加一个体系空间挂件打包 换来了能当主攻守的全明星球员德罗赛 国王显然升级了首发阵容 小萨波尼斯加姆雷加德罗赞加徐尔特加福克斯 德罗赞的自主持球进攻破坏力和策动能力远在巴恩斯之上 新手发阵容更具进攻侵略性核战术发起的多样性 国王实质上只牺牲了轮换阵容中的第11人度阿尔特旧把 场军是2.2分的巴恩斯升级为场军24.0分的德罗赞 从极战力的角度而言 这一波明显是血转 国王在这笔交易后拥有了小萨波尼斯加德罗赞加福克斯的三巨头阵容 搭配基根 姆雷和徐尔特两个优质射手 板凳系还有场军能贡献15.4分的门壳压阵 国王目前拥有6位场军得分上双的球员 不可小觑 国王从双核到三核 师大师完成了一笔战力飙升的三方交易 马次门声发大财 考虑到德罗赞曾在2018-21赛季销利于马次 波波为气逼人身处援手帮昔日爱图德罗赞达成想去国王的心愿 2021年8月4日 马次通过三年8500万全额保障先签后换的方式将德罗赞交易至公牛 德罗赞帮马次得到了在迪斯 杨 阿米奴 一个未来受保护手轮以及两个次轮千一换五 波波为气念着他的好 惊吓 德罗赞三年8500万全额保障合同执行完毕 成为了完全自由球员 他拒绝了公牛开出的两年8000万徐约合同 一方面可望长约 另一方面公牛管理层组建的阵容无法让德罗赞满意 双方一拍两散 公牛及时止损 用德罗赞先签后换得到了多阿尔特加两个次轮千加现金加1700万交易特例 相比于白白流失全明星球员 德罗赞可谓人至于尽 国王基本上属于稳健升级阵容 走赢在当下模式 毕竟福克斯26周岁 小萨伯尼茨28周岁 穆雷23周岁 徐尔特25周岁 核心班底都处于黄金年龄 引进新赛季35周岁的德罗赞完成了十打式的补强 马茨在三方交易中相当于用现金白嫖了巴恩斯和31年首轮互换权 新金空间直接赤下了巴恩斯的河头 更手握一个七年后的首轮互换权 眼下和未来做到了兼顾 巴恩斯还剩两年合同 马茨不排除未来作为交易筹码使用 毕竟他接下来两年合同新金分别为1985万和1900万 还有一手38.7%的场均三分球命中率 不仅使用还异于操作 马茨新赛季拥有了一套有趣的阵容 保罗加文班 加巴恩斯加瓦塞尔加凯尔登加索汉加克林斯等 退科百烂 尽可争取附加赛 甚至能领患整队一手马尔卡宁 最终取决于文败亚马的成长速度 以及波波对未来的长远规划 这比三方交易不得不敢探见还是老的了 波波为妻不仅有人情味 更闷声发大财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